全球体验一百种企业 今天是奶茶店店员 来奶茶店的上班真的被我知道了好多内幕 奶茶店内幕 太多粉丝私信我想看在奶茶店工作的一天了 所以我直接就是出门 通过考试后正式开始上班 下班的美美的出门上班啦 九点到达店内先规范衣着和发型 其实我一直没来食品行业是因为 只要把刘海撑不理上去 1 2 3 4 奶茶店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后厨和前厅 后厨的工作归纳一下大概是这样 新鲜的水果把它切成块状 小料都备好奶茶里面多放 茶迅速泡上温度把握驾到 标签不能忘 时效天了最棒 前厅的话就负责点单制作和打包 忙起来以后每个店员都会在这些岗位上流动工作 所以你在打包的话你就随出餐的同时 奶茶能复快一点啊 你在出餐的话你就随备料的同时 我煮啊 芒果肉快煎 那如果你就是那个备料的人 再切了再切我 这份工作最难的是 记下几十桌奶茶的配方 第二难的是剥葡萄 每一杯多肉葡萄的背后 都有一个剥葡萄皮剥了三个小时的小妹 不过店里氛围特别好 不忙的时候大家还能聊天 周姐你的文身好霸心啊 我笑得这么开心 不是因为我手上不是纹身 是小超 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姓赵了 周姐是谁 9点下班回家 今天时薪是12块 员工福利是店里剩下的原材料 可以DIY奶茶 我做了五倍以后才知道 但是第二个老师都带走了 呀 好看看 小心 做一杯 泡 煸 摸 LED IVE